訪問 那我覺得這出入市場需要 注入一些年輕人的創意跟想法 去改變這個出入市場 我們是一個兩邊溝通的橋樑 溝通的角色 去幫他們緩合到好的房客 或好的房東 好的物件 我們的公司是CONTROL有限公司 那我们是去年110年1月成立的 成立了大概一年半多的时间 我们提供服务就是带主的管道 我们还有包租代管 那我们比较特别的就是在包租代管的产业上面 我们有自己培养的设计师 每一个老公其实他之前都有一段故事 那我们会想要用这段故事去 为他做一个不一样的风格设计 然后由设计师去规划设计 我觉得老房子它本身的故事性是很重要的 还有它原本的特质跟它的结构 然后去保留住它可以一直被阅读的那个部分 透过后续的简单的装潢或是设计 让它重新好像生命被点亮的感觉 我们有一个案子当初一开始去的时候 它其实总共有32间套房 其实它的格局还蛮大的 它的公共空间也还蛮宽敞的 可是当初我们去的时候 只有一间套房是有人在居住的 它的孤独感还蛮重的 就有一个灵感 我想说我就带着底片相机好了 就去为它原本的样子做一个保留 因为我知道再过一阵子它就会被翻新 那我就带着底片相机去把它原本的样貌去保留下来 底片相机当初的作品做成一个小小的展览墙 所以现在的租客其实过去的时候 他们在那边生活的时候 那个墙面好像也可以让他们看见 他们现在所居住的环境虽然是舒服的 但是他过去也有他自己的故事 可以让他们好像有一点看见历史的感觉 租屋上最大的问题就是租客住进去之后 问题没有人去处理或者是有紧急事情 也没有人可以做及时的回复 对那我们也是用一些智能化的系统 智能化的合约 智能化的管理方式 去把这些去做一个最有效的管理 这边就感觉就很干净明亮 也有设计感 我觉得这是还蛮吸引我当初来选择康处的原因 学生实习租房子的经验 就是要找房东其实不太容易 因为有可能就是房东就是只有一个人 然后要管理非常多的房间 所以有问题的时候其实很难被处理到 然后甚至被拖延 但是因为康处有客服的系统 所以当有需要修缮的 然后或者是有问题想要反应的时候 我就可以直接的去找到 就是在Line上面就可以使用 然后他们也可以就是在上班时间 很快速的来回复 我觉得这个是会让租客比较安心感觉 不会问题就是一再被延宕 然后另外他们的合约签约也很清楚 就是在网路上随时我们都可以就是去查看 然后水电费也可以直接就是上网 直接用网路转账交交易 所以也不用直接再接触到房东 我觉得这个对现在人的习惯来说是蛮适合的 经过他们的设计跟那个装潢之后 我觉得看起来非常赏心悦目 以前就是看起来没有那么干净利落那种感觉 就是比较老宅嘛 就是老房子就是很单调 现在经过他们布置之后 就感觉非常的清新 我们秉持着人情的温暖去进行这间公司 所以我希望我们狂队 其实每一位伙伴都是用人情的温度去善待我们的房东跟我们的主客 回去多找一些年轻人来尝试这一份产业 那我也会希望用年轻人的创意跟年轻人的想法 投入这个产业上面 然后让住屋市场有不一样的住屋体验 其实每一个老屋也有它以前有很丰富的故事 所以我也希望把老屋活化起来重新继续写着它接下来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